各位元利安安 我是內瑟Q 必命追蹤彈的囉嚇啦嚇唷 耶~~ 今天呢 要帶給各位喜馬祈的改版資訊 但是在開始之前 要起來給沒有玩過喜馬祈的元類 做個簡單的介紹 喜馬祈是一款3D的MLRPG 整個遊戲的故事背景 吸引被歐卡爾太神化為球星 讓玩家以遊戲裡的 NPC 展開一連串的冒險 玩家也可以在遊戲中 一步步創造屬於自己的幸福故事 遊戲內提供許多多種不同的才能讓你各位選擇 可以依照自己的喜好去培養角色 遊戲最大的特色就是沒有保病的職業 而是有著各種不同的才能 像是魔法、弓箭、籃籃 各才能的技能學習後就可以永久使用 可以在戰鬥中自由地使用完全不同的種類技能來戰鬥 如果角色在後期因為等級太高而難以升級 外觀也有所改變時 可以使用獨套的重生系統 重生系統可以讓角色的等級以外表變回初始狀態 並可以選擇新的才能來培育 雖然等級也會變回初始 但在重生前所習得的技能熟練度是會保留的 讓你各位可以繼續培養 持續變得更強 除了戰鬥以外呢 星馬其實在生活方面也相當有趣哦 可以利用自我挖系統好好的打扮自己的角色 成為百變的穿搭高手 也可以遊玩的浪漫農場 可以在土地上建設許多不同的建築物 裝飾物與生產用設施 在建設完成後邀請自己的朋友來參觀 觀賞自己的建設成果 那些自己讀他的美感與特色 介紹完遊戲基本遊玩內容後 現在就來說說本次改版的重點內容 本次改版新增了元素使者 與復活者兩個新秘法才能 秘法才能呢 是將兩種才能的特色同時發揮出的高級才能 新系列的武器分別是修謀系列與凱爾太系列 新系列的地下城任務則是墨壹圖拉的第一次戰爭 先來跟你各位介紹一下元素使者的秘法才能 能夠使用火、水、風、土四種元素 搭配上弓與箭矢 是防止華麗又高傷害的技能 而且 秘法的被動技能 煉金加成 在搭配使防不同種元素的攻擊技能下 能讓自身獲得不一樣的傷害強化 或是讓敵人受到負面狀態 流環上可說是非常豐富有多元呢 再來要介紹的是復活者的秘法才能 擅長操縱魔力與使用黑暗直的強力魔法使 有能夠無視敵人魔法抵抗的魔力穿刺 或是能夠封印敵人釋放魔法技能的魔力封鎖 又可以將敵人一網打進的大範圍攻擊技能 寒冰送戰 當然 技能也不只有這些喔 其他的 就等你各位自己發覺啦 這邊喔 你給你給我一點小提醒 過患者要使用技能前 可以先使用鎖鏈攻擊敵人來累積黑暗直 累積足夠後 就可以釋放上面講到的帥氣又強力的技能喔 然後是本次更新的兩種系列武器 修姆系列與凱爾特系列 修姆系列呢 本次推出了15種武器 可以從太和圖鷹的副本任務取得相關素材後製作 黑紅的配色 如修姆的野獸般強勢 凱爾特系列呢 則推出了三種武器 分別為雙手劍 弓 起槍 可以透過打鐵與木工獲得 並且可以再使用道具凱爾特的象徵 來進行強化 讓武器變得更加強大 匹地凱爾特神話裡的戰士 那麼 要如何獲得凱爾特的象徵咯 哼哼 這個呢 就要搭配本次新的地下城任務 墨伊圖拉第一次戰爭 重現被捆綁的過去 生動的歷史傷痕 與血腥邊臉時 任務通幹時 就可以獲得部分道具 劇情也是非常非常的精彩 願意給大家遊玩時體驗看看咯 最後呢 在這邊 額外告訴大家一個好消息 令各位 交易活動期間 在影片下方留言 最喜歡的遊戲內容以及原因 三個星期後 就會預計抽出無謂得獎者 再可以獲得精美的周邊咯 那麼 行動不如馬上行動 多恰 加星馬奇 等你各位喔